大家好,講完青年節,我又講一下現在很熱門的二十大和習近平的地位 我經常講習近平的地位是非常穩固的,你自己不要害怕才行 你為什麼害怕呢?兩隻腳一邊震,然後令很多事情都無端端橫身枝折 其實現在很多人說習近平的位置是非常穩固的 我們是講實際情況,所以不需要太過壓住 我只不過是說透過這樣的情況,來講講現在二十大,即是下半年舉行了 那裏面之前的一些準備功夫,跟過去每一次換屆的時候準備功夫有什麼不同? 那大家自己去看,究竟現在中國的民主,包括黨內民主,究竟情況如何 因為八十年代的時候就開放了,那時候曾經國內包括官方都研究過有八種民主理論的 黨內民主就是其中一種,跟著就是先經濟後民主,就是先經濟後政治 那時候又是爭取民主的那種方法,有八大學說的當時 好了,那我們現在不妨可以看看二十大的準備過程先 那你要從基層裡面選代表了 好了,那現在開始出現大家關注的,就是說現任的領導人 無論他在二十大會不會連任,因為現在現任的領導層呢 就是屬於這個譬如政治局成員等等那些來講,你不可以要他飛出來 二十大代表都成了,即是做不到,那你怎樣都要給他一些位置 好了,我們看看這些人現在的位置,如何成為二十大代表了 忽然間就發覺,習近平是在廣西當選啊 他又沒有在廣西做過,他又不是廣西人,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了,那這裡就有些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中共由基層一層層選黨代表參加大會、黨大會 他有幾個過去有幾個原則的,或者是慣例,不要說原則 第一,就是根據這位人士的出生地,或者是組織的地方 或者是發職的地方,即是冒升起來的 於是就放在那裡,你去那裡的基層代表選吧,選出來吧 那我就把他們放進去,但實際上不用選的 因為你的名單一放進去,尤其是中央是有權力 由他來安排放進去,而這些人又不用經過地方醞釀的 他一下來,那你就自然當選的了 但是也有一個根據,就是根據他的出生地、組織 或者是發職的地方,這是第一個慣例 第二個慣例,就是他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那個地方裡面的領導,或者那個地方裡面有較深厚的工作經驗 安排他在那個地方出選了 這個來講,過去也有很多例子,郡家寶等等都是循環這個方法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第三個是怎樣呢? 這兩屆來講是特別突出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現階段的領導層他認為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然後就把現在的領導層放在那個地方裡面來當選了 你記得,放在那裡來當選,不是參選,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看近年來那個眼前的任務是什麼呢? 去年就是脫貧嘛,扶貧嘛,這個脫貧成功,收官連嘛,是不是? 所以眼前呢,大家就覺得貧富懸殊的情況很嚴重啊 那跟著,你說中國經濟又出現問題啊 對於這些落後的地方是要重視的 所以,今次二十大代表裡面有幾位中央的領導層 都是用這樣的相連的關係在地方裡面當選的 除了我剛才講習近平,廣西 廣西都算是相對貧困的地方,是吧? 一個少數民族的地方,是吧? 那跟著呢,韓正,韓正在海南喔 韓正和海南,沒有來拉奸的,是吧? 又不是海南人,又不是海南做過事,但是這次放在那裡喔 所以,那些人解讀就說跟貧富懸殿有關的 好了,還有一個,王滬寧,王滬寧都是上海上去的 但是他這次當選的地方呢,在貴州 貴州,貴州也是相對落後的地方,是吧? 那所以呢,大家就覺得喔,原來是這樣的 那這一點呢,是在這兩屆裡面更加突出 跟第一、二點呢,是又離開一些了 好了,跟著就看胡春華 胡春華在哪裡當選呢?在黑龍江 黑龍江,那胡春華廣東省委書記曾經做過 那怎樣跟黑龍江有什麼關係呢?不知道 總之就是按這個原則就反映出現在的工作的重點 是吧?好了,那大家都說,不要緊啦 你在哪裡當選,不要緊,你跟著上去 你可不可以做到二十大的領導層等等 那這個就是關注點了 好了,那我們不妨可以從這次二十大的其他準備工作 跟過去的那些比較一下 那又有些跡象是看到的喔 好了,第一樣東西就是說 十九大,即是現屆 十九大換屆的時候 就是大概五年前 那時候十九大的代表 全國黨代表大會有多少代表呢? 答案是二千三百 好了,那麼五年之後 國內的黨員是增加了的 現在九千幾萬黨員這樣 好了,今年二十大的代表 名額是多少呢? 又是二千三百 那換句話說 是不是每一個代表所代表的黨員數字是增加了? 代表黨員的數字增加了喔 那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呢 就是黨員是增加的 但是黨代表的名額沒有增加喔 是吧?是吧? 很自然的嘛 大家很容易解讀的嘛 那麼大家都說現在九千幾萬黨員 六四的時候呢 還是十三十幾年前那時候是六千幾萬黨員 七千萬還未到的 但是你最低限度對比上一屆的黨代表的名額呢 沒有增加喔 為什麼呢? 那只能夠說 黨代表是很聰明的 他可以代表很多人 都可以的 那只能夠這樣解讀 好了 那再看看那個代表團的數字呢 十九大的時候是四十個代表團 那其實是省市啦 再加上中央籍續機關 國務院籍續機關等等 那這次呢 變成三十八個代表團 那兩個去了哪裡啊? 喔不是沒有 不是在地方阿叔 而是說將兩個接近功能的組別呢 合併 一個呢就是中央籍續機關 和國務院籍續機關 全部都是黨同政 九馬九的啦 你只不過那個崗位的Title不同 那意思嘛 而國務院裡面 新居要職或者中上階層的時候 誰不是黨員呢? 是吧 那所以呢 將它合併了呢 其實就是因凡就簡 那麼所謂領導的操作呢 是方便一點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解放軍和武警 那武警以前呢 是由這個公安部和解放軍雙重領導的嘛 是吧? 那麼 在十九大裡面呢 武警已經是完全脫離這個國家系統 成為了第二支軍隊的嘛 就是由軍方領導的嘛 那所以現在呢 又將它合併 那你合併了呢 從另一個產生的代表等等的角度來講呢 不是壞事這樣 但是從這裡反映了另一個東西 就是說那個專政機器是更集中的啊 我猜到時候這個代表團 這個解放軍與武警的代表團的名額呢 成為黨代表的名額呢 一定增加的啊 你只要增加你之後才能合併到 可以大家 合併了嘛 如果不是合併了之後的名額還這麼少 然後 究竟你吃我還是我吃你呢 那些位置怎麼分呢 你當然要擴大一下 如果是這樣擴大的話呢 在其他省市的名額呢 是不是又相對縮小呢 這個不知道 只能夠是等到時候的代表名單公佈了 因為如果按過去呢 他一定會公佈的名單 除了港澳台地區 他不公佈的 一港澳台地區 那些人公佈了之後 那些人還可以工作嗎 是不是 那這個呢 他就覺得現實需要 好了 那看完了這些的變化之後呢 那跟著再看的就是 習近平在廣西當選的時候 後來公佈 公佈了就叫做全票當選 全票當選 即是說 不需要投票 但是理論上呢 他自己都要投票的 那全票 即是說 他自己投的票 都是自己當選 如果不是 不可以叫全票的 是不是 好了 他覺得以前那種叫法呢 也叫做全票或高票當選 高票的意思呢 一般理解都百億九十多了 是不是 不過 有一件事 曾經試過 就是副總理級的選舉 這個就是吳邦國和姜春雲 那時候就是上海 一個由上海 吳邦國上海 姜春雲從山東 過了去 當時 哇 因為是要將他升為副總理 嘛 那就選舉了 結果 是高票 是高票 但是呢 拿不到九成 那結果呢 大家都說 哇 很多人反對 那那個焦點 就下來了反對票 那時候了 所以呢 現在 你看看 今年呢 暫時我沒見到 高層的官員裏面 說他們當選 除了習近平是說全票當選之外 其他很少見高票當選 因為你高票當選 另外一個角度去解讀 就是有反對票 結果現在那個情況呢 就公佈的時候呢 就是公佈當選 那個字眼而已 沒有說是高票或者低票 但是按一般的理解呢 當然都算是高票的啦 按現在這個氣候裏面 如果你說對某一個中央領導人 你說它只剩下八十幾個巴仙的話呢 那這樣東西呢 你知道國內的投票 其實都可以去檢查到 你投什麼票的嘛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來說呢 這樣的做法 只是維持一個形象 就是說它感覺到 即使是有很少的票數 百分之一百分之五 那個票數是不投贊成票的 它認為是有選形象 那跟我們平時一般的概念 說你過半啊 你佔了太多數啊 已經是很整的啦 很厲害的啦 那個概念的文化思維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呢 就是說 只是能夠表達習近平是全票當選 其他 即使你只有一票 是不投的 這一票可能是他自己的 那麼謙虛一點啦 那不要投自己啦 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全票當選啦 現在要維持就是說 習近平是要百分之百的全票當選 所以公佈這個 其他只公佈他是當選 那這個情況啊 解讀啊 大家各自解讀啦 總之就是要避免被人在裡面 是做出說 哎呀 誰背後呢 有反對意見啊 有是是鬥爭啊 那跟著就是 引起很多我們的聯想 那我經常說這些不需要的 這些呢 其實真的影響不了外面 就是外面的輿論 民間輿論 是絕對影響不了中國共產黨 高層那個政治遊戲規則的 是不是 那如果是真的影響 一定是內部 是自己的問題 從來不會是外面影響到裡面的 是不是 好了 那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不妨再對比一下以前 或者十八大 以前改革開放到十八大 改革開放就是十二大剛剛開始 十三大是非常開放的 那時候我們在那裡採訪的時候 我都說 嘩如果這樣呢 中國政治有希望了 那時候趙紫陽當選了之後出來的記者會 嘩 跟記者面對面是任人提問 跟現在呢 是很不同的 好了 不要說那麼遠了 就舉回江澤民、胡錦濤那時候的黨大會 好了 其中有一些呢 就是 跟以前有沒有不同呢 我不知道 因為有很多事情沒有公佈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差額選舉 那按現在的情況來講 估計仍然有差額選舉 不過可能是基層了 那以前差額選舉第一次 1987年十三大的參選舉 當時是5%左右 那已經好了 因為你一百個位 你們一百零五個候選人 那有五個呢 下選的 那你也有個競爭嘛 當年就是左王、鄧力群 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裡面 被人叉叉出來 大家 我那時候在北京 是怎樣 大家燒炮獎啊 握手清慶啊 哇 左王 飛走了 這樣 那這個就是差額選舉的威力了 誰知道 哇 他這個 都有一定的牙力的喔 到最後呢 又將他放回去 中央顧問委員會 那個等額選舉的名單 那這個不用擔心了 因為一定是等額的 結果他就繼續成為了中央委的成員 是吧 那這個差額比例呢 後來是曾經一度擴大到百分之八點幾個百分之的 按照那個規定呢 最高 不過當然是基層選舉 是可以到達接近百分之二十那個差額比例的喔 是吧 不過越是高層呢 差額比例越小 以至去到政治局那層呢 基本上沒有差額了 是吧 中央委員會那個層都有 那你選不到的就變成後補委員等等 所以後補委員呢 就算票數的 之前當選了那些呢 就不用算票數了 是吧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次二十大的差額比例是多少呢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他公不公佈了 好了 另一個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十八大或之前呢 從中央委員上升到政治局委員 因為二十五個人嘛 那麼那個層次裡面呢 曾經出現過一個所謂的內部海選的方式的 所謂的內部海選就是 你肯定是有一些現任的政治局委員 因為各種問題 年齡等等退了出去的 就騰空了一些位置呢 是讓新人上去政治局那個層次的 那麼究竟哪些新人上呢 那麼當時是做過一個所謂的內部海選 那麼就是由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等等 那麼他們都是小圈子 不過呢 都可以選 他們的小範圍裡面可以選 於是出來 但是現在有沒有呢 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十九大的時候呢 我又沒有見過宣傳過 我只能夠說沒有見過宣傳過 我不能夠說沒有 因為根本不透明嘛 但是我說如果是能夠透明的話 你告訴別人 我仍然是繼續有這個內部海選的 以後呢慢慢擴大 你給別人一個希望 你現在的凝聚力 就是這樣慢慢建立回來的嘛 是吧 那似乎現在呢 事前的課程是怎樣呢 原來地方裡面那個黨代表產生呢 是會經過譬如醞釀 這個香港都有的了現在 所謂醞釀就是 誰有意願做 有些意願或者中央高層上級 覺得你可以的 於是醞釀 有沒有興趣做啊 你如果做 有很多人有意思 於是大家醞釀 究竟提誰不提誰 這個叫醞釀 醞釀 醞釀之後第二個就是協調了 協調就是說 你 大家都差不多一斤兩 跟著又計下 政績 跟著又計下 你的支持者 究竟你哪些人支持呢 這個就是協調了 跟著呢 好協調之後提名 哪個提名 按比例 如果有參選 就按比例 提名就成為 參選人 是吧 參選人 就是候選人 跟著 公示 那你就顯示出來 曾經試過很開放 就是說你選舉完 哪些落選的名單 都會公佈 那大家都說 喂 落選啊 好沒面子啊 但是不是 那時候的文化是很開放 總之你參選的 你到時候 你是 落選了 大家都覺得 是很自然的事 來的嘛 所以那時候 公示 是有當選名單 有落選名單 那後來曾經選舉 就沒有的 就很簡單 那大家很容易欠到的 就是候選名單 跟當選名單一對 你就知道哪些人落選的了 是吧 但是後來呢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是當選名單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透明度是怎樣 到最後 如果很多人選舉呢 那怎麼辦 很多人選舉呢 就會有一個叫預選 他不是叫初選 跟香港概念的初選不同 所謂預選 就是說 不是所有選民 你好像正式投票那樣選 誰不行 就差了出來 現在第二輪投票 不是那個 好啊 預選呢 就是他們自己裡面 嘗試 大家去投票先 然後正式拿出來的時候 就選民可以投票了 預選和初選的概念又有不同的 好了 那跟著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程序之後 那再放在中央領導 或者中央官員 放在地方裡面去參選的 剛才說這些程序 基本上是不需要經歷的 你一放下去 因為它是它的規定 它的規定可以這樣 問題就是它這個規定 跟你下面 某個程度都要經過一個形式的競爭 是有分別的 你說合不合理 大家自己想 所以從這個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其實現在相當穩定 習近平現在的位置 老實說 相當穩固 不過 它仍然是有很多挑戰的 例如說現在 俄羅斯的問題 俄羅斯已經是去到一個位置 俄羅斯和西方世界已經是一個對決的時候 中國你繼續支持俄羅斯 又是死 是慘 不是死 你跟著不支持俄羅斯又是慘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西方世界 現在肯定不會放過普京 普京也都沒有彎轉 就一定要頂 是吧 所以到最後 當然是有死傷 如果外國是搞定了普京的 下一個目標 中國自己盤算也是這樣 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 所以你說 撐不撐普京 撐不撐俄羅斯 要撐的 但是你撐呢 人家搞定了普京 搞定了俄羅斯 那你面對的壓力就很大了 如果你說不撐 不撐就被普京綁架住了 因為他利益共同體嘛 中俄 那如果你不撐普京 普京就可能塌得快些 到最後 中國成為下一個目標的時間就快了 撐就慘 不撐就慘 這個就不是說究竟合不合你 就是你的戰略水平究竟怎樣 那現在其中一個水平就是 跟普京是仍然有界線的 不過又順便修補跟美國的關係 最近有兩個跡象可以看到的 一個就是 美國說所有中國在美國上市 或者做生意的公司 都要按美國的會計和核數的標準來報 中國說可以 我跟著你做 甚至上有消息說 要讓美國的人員來中國看原子材料 如果真的這樣 就證明中國也要減低來自美國的壓力 另外一個呢 美國現在是檢討著特朗普年代 實施在中國產品裡面的關稅 百分之二十五的 有兩批的 美國現在是自己的通貨膨脹很厲害 所以有聲音說 不然自己也會死 如果在這樣的套機之下 那可能中國一方面 政治上不可以不撐我 另外一方面 大家知道是彈弓手的 我過去都說過 一定是彈弓手的 是吧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存在究竟正或者錯的問題 所以現在呢 國內的經濟形勢 老實說 對習近平來說都是一個大挑戰 那個疫情呢 你說強硬按下去 現在鄭州又來了 北京又不知道怎樣 所以這些其實都有一些奴民傷財的 你說效果它一定要達到這種效果 那就沒有辦法去改變了 但是你怎樣去透過這些 你達到你的目的的時候 又沒有製造新的民怨呢 其實有很多民怨的 所以我說幾個因素 就是經濟民怨或者民亂 跟著政治穩不穩定 與至軍方等等 這幾個因素都是值得觀察的 所以今天只不過是從那個二十大的準備功夫裡面呢 引出這麼多的問題 挑戰其實是相當大 問題就是拿的方法可不可以加遇困難 這個來講呢 從老百姓的角度 就是老百姓呢 是自求多福 穩定了自己的實力 然後呢 就看一下那個浪來到 然後滑浪了 滑浪了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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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